文娱酌心 中国在多领域上都取得了巨大的程度,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情,不管是在军工方面,航空方面,还是在机舰方面,所拥有的技术和成就都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,甚至连巴达国家都纷纷点赞。 但是在传统航空发动机领域上,中国依然处于弱势,其实大家也都知道,中国在科技方面,起步的本来就完,一开始技术还受到了封锁,根本就得不到了大力的发展,也没有一展全角的机会,因此中国只能以长期依靠进口发动机来作为动力员。 但是在中国的不断努力下有了很大的改变,我国次领域的专家,展示了新一代离子发动机,这款发动机可以在低温环境下运行,而且很燃料,消耗也比较少,重量也比较轻,这是一个新技术的突破,同时也预示着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,取得了更大的成就。 其实俄罗斯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,就已经发明了离子发动机,当我们中国想要去俄罗斯学习这项技术的时候,却被拒之门外,这是何等的尴尬,而我们中国也成为了俄罗斯离子发动机最大的客户,因此我们中国开始在这方面努力发展。 最终研发出了离子发动机,最终付出得到了回报中国成功了,并且还在不断的创新当中,俄罗斯看到中国的成就之后,自然开始心慌了,并且声称,我们将失去最大的客户。 也有一些网友看到我们的祖国,有了如此大成就之后,又看到美国的发声表示,我们自己有,相信在我们中国的不断努力下会越来越强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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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